温柔 温柔不愿对刘瑞投入真情 温暖忍不住问姐姐 是否因往事存有心结 温柔不愿提起 还说她的生日愿望很简单 只希望温暖 能够早日找到真正的幸福 我答应你 我会试着 更努力的 温柔询问妹妹和湛南贤到底什么情况 还为朱灵璐说起话来 温暖哭笑不得 她告诉姐姐 自己和朱灵璐之间没有可能 第二天 温暖看见湛南贤和博一星亲密的玩着手走进公司 博一星身上还穿着湛南贤的西服 温暖心里难受 但只能装作无事 朱灵璐召开会议 朱灵璐粉资她花重金 聘请被浅宇开除的郭如谦 朱灵璐却表示英雄不问出处 还正式宣布 让郭如谦进入研发部的核心团队 博一星离开湛南贤办公室时 换了一身衣服 丁小代与温暖讨论她换衣服的理由 温暖沉默不语 湛南贤又给温暖布置新的工作任务 温暖坦然接受 还替温柔转达谢意 湛南贤却一脸深疏 高仿明白 湛南贤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温暖 湛南贤认为 自己与温暖恋爱后 把她闯得无法无天 所以她才会越来越任性 高仿好奇两人当初分手的原因 湛南贤则说 一开始自己也不清楚 直到她看见温暖上了朱灵璐的车 从那天开始 湛南贤便暗暗发誓 一定要比朱灵璐强 高仿认为 温暖怎么看也不像是钱贫爱富的人 还说朱灵璐最近在招兵买马 湛南贤表示 朱灵璐收留郭如谦 不只是为了温暖的面子 也是为了更大的野心 湛南贤决定对带中展开商业战争 温柔对朱灵璐提起 昨晚湛南贤来家里的事情 朱灵璐则询问温柔 如果自己和湛南贤展开商战 温柔会帮谁 温柔只希望他们两人无论怎样斗 都不要让温暖为难 刘瑞在公司里对温柔态度亲近 温柔无奈地让她回到工作岗位 刘瑞不禁感叹女人翻脸快过翻书 温柔偷偷从门份里观察刘瑞 她担心自己真的动心 又怕刘瑞并不认真 博一新与湛南贤吃饭 原来是有疯狂粉丝纠缠一心 湛南贤才带她回潜与换衣 好在这个人已经被抓到了 湛南贤认为潘维宁是在利用博一新 提醒她要心存警惕 晚上潘维宁来找博一新 询问她被粉丝骚扰一事 博一新记着湛南贤的话 对潘维宁划清界限 说他们之间只不过是朋友关系 潘维宁苦苦证明自己 才是真正对她好的人 可博一新仍不离奇 博一新独自回家 她没有注意到一个男子 正悄悄注视着她 博一新翻开旧相册 里面都是年少的她 与父母的合影 回忆里充满了父亲的怒吼 母亲的哭泣 和自己的无助 好了 这集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锁定腾讯视频 搜索温暖的闲 速看吧